你 你一定会来 本不想来 因为不想对将死之人口出恶眼 但我又很想来 我想问你一句 秀玉 后悔了吗 小时候 我总是喜欢偷偷地 换上姐姐的裙子 差环 你便便地照镜子 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嫉妒你的吗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因为我发现 即便是我换上你的裙子 戴上你的差环 我也变不成你 姐姐 姐姐 不管我们俩经历了什么 我们曾经 都是彼此最亲密的人 现在我就要死了 他们把我的差环夺走了 你可不可以再借我一次 为我梳妆 我想要飘飘亮亮地上路 一个无数次陷害我的人 我为何要替她梳妆 因为 你是我姐姐呀 王上判了斩刑 会寒郭后当众执行 你 姐姐 救救我 我 我求求你救救我好不好 秀环 我从未原谅过你 我 我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姐姐 但是我好怕 不要丢下我 我真的好害怕呀 姐姐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 付出代价 拿出你作恶的勇气 别让别人瞧不起你 我别真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 那你在府中花园 我们一同发现了受伤的公子 可是他醒来后 却只将你视为救命恩人 把你当成黑暗生命里 唯一的光芒 你虽然不知道他是谁 却细心照亮 时至今日 他都把你当成这世上 最纯真 最美好的女人 可是姐姐啊 你想一想 当年 姐姐 是我们一同发现了她 姐姐 是我呀 姐姐 我要去遗开她们 小心啊 好 你 追 你为何从不说出自己的心意 因为 在她的眼里 我就是那个 为了荣华富贵 是 处心积虑 夺人所爱的女人 从嫁给她的那一任性 就注定了她不会再相信我 每个杀人者 都要苦心寻找借口 来以此博取谅解 是 是 你很可怜 我母亲 无辜惨死 我被逼入绝境 还有那些葬送在你们母女手中的性命 他们不可怜吗 为什么不诚实一点 你没有告诉公子桥 就是因为你想证明 即使没有救命之恩 你也可以成功取代我 让她真正爱上你 归根结底 一切的奇异 只依你的嫉妒 嫉妒 我是真的嫉妒 我是真的嫉妒 我 绣月 回到邯郸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在公子娇的眼中 你已经成为了最大的耻辱 好自为之 走 走 走 姐姐 姐姐 你修修我姐姐 姐姐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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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你受苦了 不哭了 我会想办法替你周旋 让你早日出去的 我还能出去吗 当然可以 父王现在正在生气的时候 等他消气了 自然会放你出去的 饿了吧 我带来一些饭菜 跟你一起吃 来 还有你最爱吃的巨女 回到邯郸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但是在公子娇的眼中 你已经成为了最大的耻辱 怎么这么看着我 快吃啊 我 我不饿 你整日有米未尽 怎么会不饿呢 来 我喂你 公子 宫里现在没了你 到处都冷冷清清的 我还真是不习惯 你在这边要保重身体 免得让我牵肠挂肚 我知道吗 来 公子 没了 没有了笑语 你当真会不习惯吗 当然了 我知道了 公子 巨女来自于楚国 姐姐倒是喜欢 可是我从来不碰一下 你忘了吗 你瞧我 是糊涂了 秀玉不在宫里 就怕奴婢们准备得不尽心 公子窗前的一簇簇蓝话 哪来熏被褥衣衫最好 公事里一场有毒虫 应该早早地备下家草 免得夜夜 秀玉 何必说这些琐事呢 来 赶紧吃 公子 到了现在 你还在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秀玉玷污了公子的生命 所以今日 你是来送我上路的 秀玉 公子 你可知道 秀玉过去一直被嫉妒所折磨 我一次次地抵抗她 却始终毫无结果 所以姐姐问我 你后悔吗 是啊 我的一生 就想在跟我渴求的一切捉迷藏 父亲的宠爱 世俗的荣耀 还有公子的真心 我什么都没得到 秀玉 公子 天下贱女子那么多 你为什么要喜欢姐姐 若没有你 我们姐妹俩还是好好的 我也不会爷爷做噩梦 又哭着醒来 所以我恨 我恨公子 可是我更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到了此到地步 我还是依然爱着你 多么可怜 多么可悲啊 我们今天晚上的 fire 我们晚上都被她 乃公子的仑 你便在那儿 乃公子的仑 就算是严格 皇子的仑 不算是严格 却都会想失去 对她的吗 算是严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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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這是姐姐的殘子 這是我 最好一子 把你放棄了 将军 将军 他死了 你说 你为什么不还手 是我的错 是我没保护好笑语 还手啊 还手啊 让你还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是浩兰的簪子 浩兰 我得不到的一切 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 你说对吗 我听说发生的事了 你还好吗 我没事 宫中就是这样 除非你离开这儿 否则永无宁人 离开 一次次受到迫害 几乎走投无路 你不想离开吗 小川 世上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争斗 遇到善人 便是势均力敌的制斗 遇到恶人 则是生死相搏的缠斗 除非我一辈子不见人 否则如何彻底避开争端 李浩兰 从哪儿冒出来的野人 竟丝毫不知礼数 高将军 你找我何事 就在刚才 秀玉死了 是吗 她可是你的亲妹妹 你们一起长大一起玩耍 现在她死了 你竟如此冷漠 那是她旧游自取 与人合游 你再说一遍 那种夺你所爱 杀你母亲 辱你清白 破你性命的亲妹妹 愿你也有一个喽 你 昨天我到底是抹了断肠草 还是皮霜 瞧我这脑子 记不住啊 李浩兰 今天你的所作所为 她是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李大人 上次说过要帮我带宫外的胭脂 你没忘吗 忘了 怎么能忘了 李大人明明答应过要送我一块鸭裙脚的环佩 怎么忘了 有吗 咱们可是事先说好的 怎么说忘就忘了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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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夫姐姐 你们的礼物都已经包裹好 送回房间了 赶紧回房间看去吧 快快快 谢谢李大人 走吧 走吧 都拿去吧 好 主人 站住 为什么将我赠你的礼物 全部送给别人 主人 这个是 闭嘴 我现在很忙 有什么事待会再说 这红稿玛脑环 是价值千金的珍品 但我送给你不是因为它昂贵 而是这血红的色泽 让我想起你如火的性情 这个 这是风靡赵国的水晶玛脑玉串石 我在社场见过数百箭 百般挑剔不爱 特地派人去齐国 找了一流的工匠 给你重新雕刻的 这个是于氏玉手中 这上面的祈福名文 是我一个字一个字 亲手刻的 主人 闭嘴 你有完没完 你干什么 这闹别扭的人是你啊 因为你看见我 送别的女人礼物 你就不高兴了 李浩兰 你是我什么人 你是我的妻子 即使你是我的妻子 也没资格管我 主人 浩兰姐她只是让我 把这些玉佩 去送去打磨保养 好端端的你说这些干吗呀 我还有事 吕不韦 我知道 你和那些小姑女们打交道 是为了交换情报 我刚刚着急进门 是因为王后药箱 不愿和你说话 是害怕耽误了差事 可是你 好像不是这么认为的 我正准备去见王上呢 站住 你将这些珍贵的礼物 就随手塞给了我 却从未说过他们的价值 若我不问 你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 你是我最珍贵的货品 值得我投资 为什么不说实话 什么实话 实话是 你心悦我 不自觉地耗费千金 讨好我 你真是自信啊 吕不韦 你明明喜欢我 为什么不承认 你什么时候成了一个胆怯之辈 我说过的话不会改变 在我的心里 你就是我的合作伙伴 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是 你如果继续误会 会给我带来困惑 吕不韦 来 主人 昊蓝姐她正忙着调香 她可没时间来追你啊 滚 吕昊蓝 你是我什么呀 你是我的妻子 父亲 赵人迟迟不肯送来一人 而我大秦 却需源源不断地给予军需 长此一往 士兵们怨声载道 哪里来的战力和士气 连坡为了抵御我军 接连修筑了西磊壁二张城 而我军夺下了太行道 正好位于空苍岭的左后方 如若交战 不出三个月 我军便能彻底瓦解赵军的防线 父亲 足足三十万人哪 为了成就大秦伟业奋不顾身 他们是大秦的子民 也是您的儿子 若只因一人一人 失去了最好的战绩 父亲将来 如何面对祖父的结问 如何面对大秦的列祖列宗 一股做起 攻占邯郸 逼迫赵人交出一人 这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父亲 还请您 早下决心 传令前线 即刻进军 诺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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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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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你这几日还要多保重身体啊 寡人马上就要骑程回宫 快去准备 父王 我看你还是再休息几日吧 毕竟身子要紧 前方战士要紧 可是前方的战士 还未传来消息 好 父王 秦军从太行道进发 一路势不可挡 已经攻占二张城了 秦贼凶狠 我军不敌 眼下该如何是好啊 魏国楚国怎么样了 他们到底答应没答应大军持援 父王 魏楚纵肯派兵持援 调兵遣将 筹备前两都需要时间 到达长平数月已过 这根本来不及 为今之急 儿臣约上战场 带兵作战 还望父王成去 无知小儿 无知小儿 你上过战场啊 你见过秦军啊 动不动就要统兵作战 便是派你做马前卒 也是被马蹄踏碎的命 要寡人将数十万大军交给你 白日做梦 在父王眼里 儿臣如此无能吗 狂妄无礼 愚钝无志 怎么 你还敢 敢瞪寡人 不敢 懒得跟你说话 羽儿 父王 你随寡人回去 诺 如何 王上已经连续服用两服药了 还是不见好转呢 王上 邪下可回账筒 王后 王上一时气火攻心 身体虚弱 我开的方子还得继续吃 还有 最近不适宜挪动 必须安心养兵 可果然还想立刻回宫呢 打仗的事 就交给连将军吧 用人不疑啊 像如今这般一日三道诏书地催他出兵学耻 他如何能安心打仗呢 照你这么说寡人做错了 这个老匹夫啊仗着军功 向来不把寡人放在眼里 寡人这么催他呀 他居然敢聚守不出 他也是被秦人吓破大陆 王上大概忘了 我国的骑兵大部分都在北方的草原 有李牧统领 抵御匈奴 连坡的手下大部分都是步兵这和 步骑两用的 秦兵比起来 当然是显得兵力上面有所不敌 再说玉兮和二张城接连尸首 并非是连坡指挥不当 而是秦军抢 先一步占领了太行道 所以才使得我军背负受敌 施展不开 不过 秦军虽然勇猛 但是他们攻击不足 所以才急欲进攻 我们如果要消磨他们的意志力和战斗力 只有一个字就是 倒 我倒是觉得连坡聚守不出 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秦军不击不足 你怎么不去看看 我赵国的粮仓还有多少米啊 还能撑多久啊 我觉得王上应该亲自带兵出征 你留下来照顾王上 不可以有半点懈怠 诺 不是让你服侍寡人吃药吗 来 过来 这里有离女官照顾就好 都下去吧 没有寡人吩咐 不许打扰 王上 你 寡人深知王后的脾性 她呀 最容不下别的女人 身边只有一个小红叶 虽不聪明 但胜在听话 可结果 你也看到了 你能够得到王后的欢心 极为不易 可万一有一天 你哪怕稍有差池 你就是第二个小红叶 对吧 浩兰对王上和王后都忠心耿耿 久无二心 你的忠心寡人当然知道 今日 寡人不会对你有任何非分的动作 只是舍不得呀 把你留在她的身边 这样 但过世忙完之后 寡人就正式册封你 把你纳入羽衣之下 咱们明正言顺地 不再受他人欺负 来 王上该服药了 浩兰去准备 还是害怕 去吧 来人哪 救家 走啊 有刺口 快来忍啊 有刺口 王 王上 有刺口 快来忍啊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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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昊兰 你干什么 立刻将他逮捕 诺 快去王上 高昊阳 王上遇刺 刺客从窗户逃走 你不去追刺客 却要逮捕我 你以为你这样说就能脱罪吗 王上能证明我的清白 王上昏迷 快叫医师啊 一切都等王上醒了再说 带下去 走 高昊阳 王上 你说什么 王上昨夜遇刺 如今 李昊兰已经被当成刺客书奸了 公主 公主 您去哪儿啊 这么热闹的戏码 我怎么能不参与呢 昨夜外面这阵闲闹 究竟发生了何事 我已经派人去打听了 应该很快会有消息传来 公主到 公主 二位都在呀 昨夜 父王遭遇刺杀 刺杀 怎么会 竟然没有收到消息啊 父王遇刺后 立刻封锁了消息 就连我也是刚刚得知 刺客 是李后兰 什么 高将军当场捉住了后兰 除了他 并无其他人在场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王上如今是何情形 他也指认浩蓝是凶手吗 父王如今昏迷不醒 如何指认凶手 我得去看看 刺杀父王是死罪 如今已经被严密地看管起来 恐怕谁也见不了他 公主刚才说的高将军 是高昊阳 正是 龙襄将军高昊阳 赵秦如今交战 秦人步步紧逼 赵军更是伤亡惨重 现在的你 出现在哪儿都不合适 义人 不知不觉间 你总是追着李昊拦跑 你对他的关注 是不是过度了 公主提醒的是 现在的我的确不适合 出现在赵王面前 多谢 为什么不争辩 这世上所有的争辩 从来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相反 多多逼人滔滔不绝的唯一目的 只是为了让对方 臣服自己而已 既然如此 争辩又有何意义 浪费时间罢了 反了 我去找他 严医师 王上醒了吗 你是替王上着急 还是担心你的皓岚 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吕少甫素来沉稳 今天怎么慌了神 嗯 音音是我问你 王上病情到底如何 你放心 王上伤得不重 只是一时昏迷 我已经开了方子 他会很快庆幸 很快是什么时候 总需要三五日 我已经查遍别宫内外 对方下手干净利落 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王上 你放心 我会让王上很快苏醒 好救下你的昊蓝 多谢了 王上为何还不醒来 回禀王后 王上是旧病复发 才会昏迷不醒 需要慢慢调理 三五日后 慢慢调理 殷医师 你要是不会看病 你就只说好了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怎么能好得那么快 我看你是 没这个能力吧 兄长 你不懂医病 就不要干扰医师 我是担心父王 禀王后 王医师有要事求见 让她进来 喏 参见王后 参见王后 何事 禀王后 臣看了殷医师的方子 有损王上的康剑 这才斗胆尽剑 说 她的方子里面 全是用的一些莲桥 黄芹 还有薄荷等制粮之药 王上面赤唇胶 蛇红胎黄 分明是急火攻心 要救人 必须先去心火 我用良补之药 有错吗 王上及时抢救 外伤本无大碍 只是心火急功 气血两须 这时候 应当用温补的方子 可你用的药 太过寒凉 这遗迹要下去 要是伤了肺腑 还能救火吗 我在宫中多年 素有自己治病的方法 无需他人多言 王后 这因医师狂妄自大 不听人言 现在 把王上交给他 恐怕性命难保 医师凭的是医术 不是资历 更不是性情 一个好脾气的雍医 害死人命才冤枉 王后 这是殷掌医 当年留下的医书 她也倡导热补之说 你这小丫头 连你父亲的学说 都要推翻吗 楚方之药 因人而异 怎能阴寻守旧 殷医师 你的方子要是有用 为何父王还毫无起色 要不然 让王医师试试 那可不行 殷医办事 怎么能换医师呢 雅儿 你觉得呢 殷医师虽然医术高明 但是王医师行医多年 想必更有经验吧 好 王医师 你来试一试 诺 我 母亲 你看看 这也太放肆了吧 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 能容人 防能用人 只是可惜这一次 有本事的人也没本事了 你行吗 请王后放心 臣一定让王上尽快清醒 臣这就去准备 王后 回京还有一间要事 有何要事啊 捉拿刺客 羽兄长怕是糊涂了吧 那刺客不是已经收监了吗 于情于理 李浩岚都不可能杀死父王 所以我怀疑 刺客另有欺人 羽帝去搜索了别宫内外 可有什么收获吗 暂时没有消息 李浩岚说的那个神秘刺客 分明就是为了脱罪 异想出来的人物 若真有此人 为什么你和高将军去百般搜索 都一无所获呢 一无所获 一无所获有可能有别的原因 他有可能就藏在这个别宫之中 假扮成工人或工女的样子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早就被人杀人灭口了 你拒一拒为凶手开箭 别有居心的 兄长不可乱说 两位公子放肆了吧 你父王只是暂时昏迷 你们就在这儿争得你死我活的 再这样闹下去 我就要请你们出去了 儿臣有罪 下去吧 诺 母亲不必担忧 父王定会很快康复的 你要是个儿子多好 你要是个男人 何容他们再次放肆 母亲向来不屑男女之别 男人能做的事 女人也能做呀 上次和亲 雅儿的确心有不甘 但是回头仔细想想 我身为赵国公主 受尽了宠爱 又不用斗得跟乌眼姬似的 多亲近 给不给是他们的事 要不要是你的事 现在整个赵国都被他们控制起来了 分些许残羹冷治给你 你甘心吗 刚捉回来的野鹊 尚且有绝食自尽的勇气 从小灌在笼子里的黄鹰 怕是早就失去了野性 哎 何必饮这么着急啊 再来一杯 公子 我都照你说的做了 求你放过我的孙儿吧 他还年幼 实在经不起折腾呀 只要父王再昏睡一段时日 你的独孙会平安回来的 你们干什么 你不能进去 我是宫中医师 要替王上诊脉 为何不能进 你不能进去 站住 王上的病已经全部交给王医师管了 宫中医师联合诊治是惯例 就算王医师是主治 也不影响我替王上诊脉 让开 给自己留点体面 别逼我赶你 你赶 高将军 王上用膳的使臣到了 现在王上用什么膳啊 鸡汤 进去吧 刘氏进补 雕虫小技 殷义师 这里已经跟你无关了 请吧 你说什么 你要离开 这一步王孙可走好了 这一步王孙可走好了 千万别走错